基隆市原先在七堵有两处社会住宅兴建地点 原本选定了吊车厂旁的光明安居 跟阳明海运旁的正名安居 但新市府上任后考量要增加就业机会 因此谢国良市长希望把正名安居设宅用地改成就业基地 市长谢国良表示将会争取台肥的六合停车场 以及暖暖区混云新村 这两个地方选一处来作为基隆市第二处社会住宅 基隆市目前有一个光明安居就在光明路上 是已经准备发包出去要兴建的社会住宅 这也是过去前市府在努力推动的社会住宅 那我们给予肯定 那我最近有拜访花敬群次长 有跟大家说这个台肥的那个场地 可以考虑用社会住宅 而把现在阳明海运正旁边正名安居 拿来做航运产业的总部 跟阳明海运一起来作为一个总部专区 因为大家都知道基隆也很需要就业的基地 而现在台肥的六合基地 就可以直接拿来做这个我们的第二个社会住宅使用 花敬群次长也有讨论到 在暖暖远远路上的那个贵林新村 也很适合 所以我们会在这两个地点来选定一个地方 来作为后续的第二个基隆市的社会住宅 所以我想第一个蛮肯定 过去基隆市府本来就有推动相关社会住宅的计划 第二基隆的就业跟基隆的社会住宅是要均重的 在七堵火车站的正对面 阳明海运的正旁边 是我们计划未来要有不同的航运企业进驻到基隆来作为就业基地 市长谢国良强调 他肯定前市长林又昌任内对社宅的努力 目前已经有看见绩效 接下来他也会继续来为基隆市民打拼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